上帝在泰国动宫 2020年9月6日,星期日,是历史性的一天,共有1435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,并在泰国避插问受洗。 在主耶稣基督里德自由协会的带领下,到达乡村市公在必插问为1435名泰国人施洗。 这些新信徒来自五个不同的省,二十个母会及779个家庭教会。 当数以百计的泰国信徒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,将耶稣基督的信息带给从未听说过耶稣的人时,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。 传教士大卫乔安尼斯在脸书上写道,这仅仅是上帝在泰国所做的事情的开始。 佛教是泰国最大的宗教,该国95%的人口都信仰佛教。 泰国宪法中没有官方的国教,尽管法律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,宪法却保证了所有泰国公民的宗教自由。 泰国实行的主要宗教是佛教。 其余人口约4%为随穆斯林教,基督教为0.7%,还有其余的1%为印度教、西克教和犹太教。 自1550年代以来,基督教就在泰国立足,并在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但它只占不到总人口的1%. 根据报道,泰国已经认可了基督教的5个主要教派,包括南部尽信会、泰国基督教会、罗马天主教会、泰国福音团契和基督复林安西日会。 马可福音1章38节,耶稣对他们说,我们可以往别处去,到邻近的乡村,我也好在那里传道,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 以此为启发点,在主耶稣基多里德自由协会创办人及主任,罗伯特克拉夫特及志愿人员,透过到达乡村项目,积极在泰国各地村庄推广福音。 到达乡村是一个把福音推广至世界各地乡村的福音事工,最终目标是完成耶稣给门徒的使命,把好消息传到地级,特别是那些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地方,使每个村庄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与它建立关系。 那些人有没有听到的名字,甚至一样,在历史上,在历史上,他们有没有听到的名字,他们有没有听到的名字,有些人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的机会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